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 这是三张特殊的菜单 第一张上有鹿肉 桃子肉 第二张上有山鸡肉 山脊肉 第三张上有娃娃鱼和眼镜王蛇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菜单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今天我们在线上也有两位嘉宾 小叔 连续 你们好 小叔叔好 连续你看完这个菜单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人是食物链的顶端 但是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菜单上 但是其实挺遗憾也挺惭愧的是 十几年前有一些菜单上的东西我也吃过 你想什么鹿肉啊 还有这个蛇肉啊什么的 因为那会全国各地的演出嘛 有时候演出完了就愿意上夜市啊 那种路边摊啊 去吃点当地的特色 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 多用一盆什么的就像炖鸡啊 炖鸭子那种农家菜似的 但是吃着吃着就发现在里头找出了一个这么长 大概有手指都这么长 还越来越细的这么一个嘴 那么一看就家里有养的琴类肯定没有这样的了 后来一言想再一问 其实是一种水鸟 哎呦 当时吧就觉得它本身也不好吃 肉还特别干 特别柴 也吃不出什么香味来 然后再一想到是一个水鸟大自然当中的动物 然后后来也就就尝了一块就再也不敢吃了 这都不好 小叔你呢 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是一直那种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人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菜单 我第一反应是反胃 就是我会觉得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其实也引起我一个特别不好的回忆 就是我18岁的成人礼 我爸妈就是盛情款待家里人和我的同学 摆了两大桌 然后我记得最后端上来那个主菜 是一个特别大的盘子 然后它里面其实就是蛇肉 但是其实如果它就是普通的那么炒一炒 或者它摆盘不要那么讲究 我可能就把它以为它是普通的什么黄扇 然后扇断什么的就可能就吃了 但是它摆的是完全是一个舌盘起来的样子 我当时瞬间就性质也没了 然后那个胃口也没了 其实我能理解家里人的那种 它可能就是为了表现出特别盛重的宴席 但是我一下心里的那种感觉就抓心挠干的 所以刚才看到那个菜单 我一下又回忆起当时那种感觉了 就特别挠心 对 可能有些人看到野味之后 会像孝树一样 感觉到异常的恶心 但是也有一些 是可能愿意选择一些野味来食用的 所以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如果您也是平常乐意选择一些野味来食用 您知道它背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健康风险吗 今天我们也选择了几位动物的代表 他们有话要说 而今天帮我们解读动物新生的 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 张浸硕研究馆员 欢迎张老师 您好 张老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让动物来发生 只是您是他们的代言人 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帮助我们更加理解动物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第一 我很荣幸 我给动物代言 因为动物不会说话 动物有很多的新生 需要我们通过这种科学传播的方式 告诉更多的社会公众 所以我今天来到咱们健康之路 我就想把动物其实想跟我们说的话 我得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动物代表 它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 第一个动物代表是蝙蝠 吃我就送上大礼包 多种病毒随你挑 你们听完这句话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说实话 这种东西我想都没想过 我看着它就害怕 你知道吧 因为小时候 像我们住楼房的 其实还不是特别多 但也有 所以我看见这东西 我就毛茸茸的 然后尖牙利齿那种 我就特别害怕 小叔你呢 一说吃我这两个字 我的含毛都离起来了 我们家曾经建立过一只蝙蝠 然后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它就是会飞的老鼠 我觉得怎么会有人吃它 我根本没法想象 我觉得 那您怎么来解读这句话呢 其实大家好像觉得 我们吃蝙蝠 但是因为我是专门 从事蝙蝠研究的 咱们国家有蝙蝠的地方 几乎我都去过 装了无数的山洞 然后去各个地方 我认为吃蝙蝠在中国 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甚至可以说 其实很少很少有人吃蝙蝠 那刚刚这句话当中的 蝙蝠告诉大家 你挑我吧 来吧 我有很多的病毒 可以送给你哦 我们真正研究发现 蝙蝠携带的病毒 大概呢一百种左右 所以绝大部分 我们说的这些病毒呢 其实对我们人本身 也没有伤害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 跟人穿人比较严重 你比如说过去蝙蝠携带一些病毒 亨德拉病毒 尼趴病毒 马尔堡病毒 莫斯 包括那个SARS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其实源头确实 它来自于蝙蝠 但是并不是由蝙蝠 直接趴一下传给人 它中间是有宿主 你比如说当年东南亚 马来西亚爆发的 这个尼趴病毒 就很典型 它这个蝙蝠啊 是在树上 吃果子的一种糊符 但是它吃完那个水果 啪 掉在猪圈里 猪再去接触这个蝙蝠 吃剩下的 包括那个粪便 直接就排泄到了猪圈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传给猪 然后人又去吃猪 然后传给人 然后人的体内呢 又发生一系列的改变 基因的变异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很多这个人穿人的 这种烈性的病毒 我们叫新型传染性疾病 它其实虽然来源是蝙蝠 但是它确实是 由于基因的突变 由于基因的变异 最终导致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病毒 其实很多人呢 之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 来食用野味 还有一点 他们都觉得 已经经过了高温处理了 是不是病毒啊 病菌啊 就已经被杀灭了 使用起来就相对安全了 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就是说呀 直接吃也生动 并不会说 直接会让你得病 因为呢 这种几率是很低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已经 把这些肉做熟了 就是绝大部分的病毒 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 它就是灭活了 就死掉了 所以的话呢 直接对于食用的人来讲 可能是确实 他的得病 或者得一些风险性 比较高的这种疾病的 可能性是很低的 但是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禁止滥食野生动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是 在你吃的背后 有很多人要进行捕捉 加工运输 屠宰等等等等 就是当你吃这一口肉的时候 背后这些人是高风险的人群 因为他们可能直接去野外去抓 因为他们可能去被动摇 可能去通过屠宰 这时候接触血液啊 体液啊 粪便啊 排泄物等等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过去的话呢 我们这个在SARS爆发 03年以后 我们专门去广东省 去调查野生动溯源的工作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 很多屠宰野生动的人 他就是阳性 他有抗体了 他过去就被感染过 他过去接触野生动的时候 他就属于那种 有的可能是那种低剂量的暴露 就是因为你可能 你的身体没关系 你接触了 也许你就产生抗体了 那么但是的话呢 这一部分的人 在跟他的家属啊 亲戚啊 朋友啊 这种接触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他不行 他的免系统没他那么厉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病毒就通过 这样的一个链条 就到了另外一群人身上 而这一群人的话 在他们的细胞当中 这些病毒要进行突变 变异 最后啪啪啪变成了 新的一种病毒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客观地讲 说你直接吃 实际上可能真的没事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进食的目的是 担心我们整个 人类这个群体的健康 不是你个 光是你个人的健康 你个人可能吃一口 是没关系的 但是这个背后 有多少人可能 在处在这种 极高的风险下 所以我觉得 不要抱这种侥幸的心理 你只要是有这种 食野味的行为 本身那就是一种 非常高危的 容易感染上 病毒的行为 我特别想知道 这些人的心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他想要去吃 就可能 就除了蝙蝠以外 还有一些鳄鱼 吃鳄鱼 还有像也是一个 你说的那种水旗 所以你说 它吃这种东西的 心态是什么呢 我特别好奇 为什么目前 还有那么多的人 主动地去选择 食用野生的动物呢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请到了 一位社会学家 我们连线的是 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的 田松教授 您好 田教授 欢迎您 你好 您好 刚才校生问了一个问题 说他特别不理解 食用野生动物 这些人的心理 您能帮着他分析一下吗 这个心理比较复杂 传统社会 人和自然的关系 是比较密切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就是我们总是 从我们身边的环境中 获取我们的食物 和基本的生存资料 那么在水边的人 他去捞鱼 在山上的人 去打一些山里的小动物 这个是在传统社会里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非常自然的现象 当然进入到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结构 已经发生变化了 人和自然的关系 也不像以前那样 那么距离的那么近了 总是有一个相对的 相对疏远的距离 这种情况下 人和食物的关系 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和野生动物的距离 应该是比较遥远 就是我们已经没有 食用野生动物的 那种人和自然的关系了 而我们现在呢 又去食用这种野生动物 从今天的那种 生态意识来说 他对于整个生态环境 是非常的不友好的 对生态环境是一种破坏 那么到了现在今天呢 可能也有的人 比如说叫什么 物以稀为贵 对吧 物以稀为贵 就是这个事儿 别人没见过 我见过 他觉得他自己很牛 这个事儿别人没吃过 而我吃过 我觉得很了不起 可以跟人家显摇一下 可以跟人家炫耀一下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们现在吃野味的 某种心理吧 好的 谢谢田老师 给我们做出的深度的分析 再见田老师 好 再见 再见 另外还有一点 刚刚其实我们在看 这个菜单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鹿啊 跑的 眼镜王蛇 山脊等等 除了这些动物之外 您觉得会被列入 餐单当中的 哪些野生动物 其实也是有可能 携带了很多很多的病毒 实际上我们说的 有一个词叫 人兽共患病 这个人兽共患病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病毒它依赖的 这种细胞环境 是跟这个宿主 有直接关系的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是 有些病毒是在鱼身上的 有些病毒是在昆虫身上的 有些病毒细菌 或者其他的病原微生物 是在鸟或者在兽身上的 我们很少说 我们人得一种鱼的病 对 我们很少说 我们得一虫的病 我们得一个什么 蚂蚱的病 因为它都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吃什么风险是最高的 就是吃兽类 其次是鸟类 这些比较高等 就是物种比较接近的 对 它跟你亲缘关系越近 你如果吃它 那么它携带的病毒 到你身上就更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细胞表面 它有很多蛋白的受体 它会识别那个病毒 它认为这个病毒 我不能接受 你就进不来 但是有的一些病毒 跟这个细胞 它就已经很熟了 我到你们家串门 我已经不用敲你们家门 因为我太熟 我就直接可以进门 简单的一个信号 我就可以进去了 这个野生动物的话 我给大家最主要的一条建议 就是一定要有安全接触的意识 就不要随便建了野生动物 哇 好可爱 我去抱一抱它 我去摸一摸它 这个还是存在风险 你看我研究动物的话 我除非对这动物特别了解 否则的话 我不会轻易去碰任何野生动物的 对吧 你要跟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理解了 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出第二位动物的代表 听听它要对大家表达什么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出第二位动物的代表 听听它要对大家表达什么 第二个动物代表是蛇 它说 吃我 别傻了 还不如吃牛蛙呢 看完这番话 小叔笑了 你怎么想小叔 我特别同意 它长得又不好看 又没多少肉 干嘛呀 刚才小叔说的是 它从那个形状上 觉得还真是 吃蛇不如吃牛蛙 我是从口味上来说 这段东西我都吃过 还真是 从味道来讲 这蛇肉还真不如牛蛙肉 好吃 在百姓当中呢 流传一种说法 说这个蛇肉呢 有很强的滋补的作用 是不是 确有其事呢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 中凯研究馆员 钟老师您好 您好 有一件事情 特别想向您求证一下 因为很多我们老百姓都认为说 这个蛇肉呢 它是有很强的滋补的功效的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蛇呢 它作为一种动物 倒不是说它没有营养 它主要是瘦肉比较的多 然后脂肪比较少一些 那么和它的这个营养 相对比较接近的呢 其实是牛蛙 因为它们都是两级爬山动物嘛 那么牛蛙大家都吃过 它的这个肉是比较多的 而这个蛇肉其实比较少 实际上野生动物 我们的养殖动物相比呢 营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且呢 野生动物 因为它在野外的生存环境 相对比较的恶劣 所以它的鸡肉纤维发达 鸡肩脂肪比较少 所以要吃起来呢 肯定是不如这种养殖动物的 比如说我们呢 吃的桑鱼 养殖桑鱼 肯定就比野生的好吃 养殖的鸡肉 它的这个口感 也会比野鸡好得多 如果你要吃雪花肥牛 它一定吃的是养殖的牛 野生的牛长不出来 这样的脂肪的这种结构 所以呢 前面两位家宾也说到 吃的这个野味啊 可能比较难嚼 也是这个原因 两位有没有听说过 除了蛇之外 大家常说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 野生动物 吃完之后 也是有一些滋补的作用的 但这其实也是 认识上的误区 连续 这个 有时候你看那个电影 电视剧里 特别尊贵的那个菜 熊掌 还得据说是熊的是左掌啊 还是右掌 我忘了啊 还必须得是单边的那个 那只没有营养 说这熊掌 这些老铁 都是蜂蜜什么的 特别滋润 说这个东西 就是好像就是 VIP东西 最尊贵的东西 是大骨的 我听说过是这个 熊掌 到底是不是如此呢 我们请教一下专家 熊掌呢 它本来是这个 满汉全席当中的 八针之一 是一种皇家的这个菜品 它主要是因为 比较珍稀 比较少见 并不是因为 它的营养有多好 或者它的口感有多好 那么熊掌呢 它其实里面 主要是一些 有些鸡肉 然后有比较丰富的 结地组织 也就是 酵硬蛋白 那么这里面 其他的 比如脂肪啊 看着化合物啊 等等这些成分呢 和我们普通的 这种肉质的食品 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 你真要说它里面 这个成分比较接近的呢 其实是比如说 像我们的猪蹄 里面有很多的 结地组织 就是吃熊掌 它本身啊 它只是一个猎蹄 或者是一种炫耀的 一种心态 其实也是低级趣味 我有在一些宴席上 就是特别尊贵的 那种主桌上 看到鱼翅 据说它就是 美容是其次 还能延年益寿 也卖得特别特别的贵 我不知道这个 是这样吗 那你得听听专家 给你的解释 鱼翅呢 它其实里面 主要成分就是 胶原蛋白 这个东西 其实一点也不稀奇 我们吃的很多的食物当中 都含有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吃的猪蹄啊 鸡爪啊 吃的各种动物的皮啊 都是含有胶原蛋白的 同时呢 胶原蛋白本身 它又不是一个完全蛋白 从营养价值来讲 它远不如像鸡蛋 牛奶这样的普通的食品 那么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最好是选择像猪蹄 这样的食物 它又好吃又便宜 而鲨鱼这种野生的东西呢 尽量是不要吃为好 非常感谢钟老师 今天的介绍 谢谢您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第三个动物代表 它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动物代表是班鸟 它说 别因为贪便宜 吃我送了命 这个更严重啊 连续你听完之后 是什么感受 我都后怕呀 虽然我吃的不是班鸟 但我吃的也是水鸟啊 它们都是近亲的 而且它真不好吃呢 这玩意在丧了命 那我就 我亏大了我 所以我真的想不出来 人干嘛要吃这些美好的生物 而且吃完之后 还有可能会送命 这么直接 您要替它们发声了 这个班鸟啊 吃这个事件本身啊 确实是有这个真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呢有人在野外 在这个可能就是家门口 没多远的地方 在地上捡了一个死的班鸟 把它给拔了毛 给炖了吃了以后 结果人中毒了 那么这个毒来自于哪呢 是因为班鸟上面 身体内是有农药 还有一些有毒物质的藏流 来自于哪呢 这个呢可能来自于 有可能是本身 它在农田里吃到的一些 这个农药啊 或者是一些杀虫剂啊 这些物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您再去吃这班鸟 那肯定的话 属于二次中毒 那么它呢 还是跟这个摄入一些 这个比如说 有害的胆碱啊等等 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这是新闻事件 对 这是我们在新闻里 就能看得到的 所以的话呢 现在我其实呢 根本上来讲 还是应该提醒大家 我之前也说 要安全接触野生洞 不要去占这小便宜 对 而且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您提到的这个 是属于特例 在小区当中 或者是在野外环境当中 有一些致命的农药 或者是杀鼠药 但是现在真的是 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 都在发生着变化 哪怕说就在野外 可能也有一些 其他的物质 沉积在了土壤当中 水源当中 甚至是某一些小小的 它们的食物当中 对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比较普遍的原因 毕竟我们在这样的 一个工业社会 工业文明的 这种大的背景下 很多地方的话 包括各种的 农药的残留物 有毒物质 包括重金属的污染 很普遍 就刚才这个 孝叔也讲到 说这个吃鱼翅 实际上吃鱼翅 就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 好像你觉得 摄取了什么 胶原蛋白 摄取了什么 什么这个食物以后 让你长生不老等等 这个其实都是一些 很不科学的说法 真正你要去科学分析的话 我们知道 现在海洋污染很明显 很多地方污染很厉害 很多的一些污染物 排入到海里 这些重金属 它没法分解 它不断地聚集 可能小虾吃一口 十个虾被一只小鱼吃 小鱼十个鱼又被更多的鱼吃 然后最后呢 这些鱼呢 又被海狮海豹吃 而大白鲨 这种捕食性的鲨鱼 它又是吃这些 大型的这个海狮海豹 在这个过程当中 等聚集到它的体内的时候 这个重金属含量 是严重超标的 而且它这个重金属 还经常容易负集在哪呢 内脏和它的身体的负质 什么叫负质啊 就是鱼翅 就是鱼翅 对啊 这鱼翅 您结果您还砍下来 您还静静乐道地来吃 那就在吃重金属啊 这不是跟慢性自杀 没什么区别了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吃鲨鱼 不仅没有更多的营养 换句话说 你真要想摄入胶原蛋白化 那你就吃猪蹄不完了吗 所以这个真的是挺可怕的 所以从你个人的 食品安全角度来讲 你也不要去吃野生动 因为真的 这个来源是不清楚的 刚刚提到的是海洋的生物 其实陆地的生物也是如此 比如说很多的鸟类 它在捕捉一些小虫子 甚至在吃一些植物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无形当中 吃到一些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食物链 我们从小就学过食物链 对吧 我们有很多昆虫被小鸟吃 小鸟可能被其他的猛禽来吃 所以这个食物链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物质传递的过程 这个物质本来过去 可能就是蛋白质在传递 但现在的问题变成什么了 变成农药的传递 有毒物质的传递 化学物质的传递 重金属的传递 所以一级一级 负级到最上面 那这个量就太大了 对 但是无论是刚刚您 还有包括我们连线的这些专家 其实都提到了一个问题 现在食物的选择是非常的丰富的 而且能够食用的这些家养的动物 也是经过挑选出来的 适合于人不停地去补充营养的一种选择 但是还是有人 愿意去食用一些野生动物 所以我就不理解 你吃的那些野生动物又不安全 它们又无形当中 在摄取一些大自然当中的重金属 甚至是毒物 那你干嘛不选择这些科学饲养的 食用起来又那么安全的动物呢 对 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啊 什么也都吃 过去虎豹豺狼什么都吃 但吃完了以后 剩下的其实是最好的 就是我们今天过去古诗上讲 是什么呢 马牛羊鸡犬屎 屎就是猪嘛 所以过去的话呢 我们老祖宗几万年前 他就开始吃这些动物 那么他们吃了这些动物的话 就像刚才那个连续老师讲的话 那有的一些口感 它真的不好吃 古人早就吃过了 他早就尝试过了 甚至他该得的病 他就得病了 他已经帮我们做完了选择了 这些实验早就做过了 那几上万年前 我们就开始驯化很多动物啊 最后我们驯到今天的话 留下来的这些马牛羊啊 猪什么的 这些都是最好的 适合我们本身 你能自己消化 而且呢 你可以便于饲养 便于繁殖 而且能便于管理 就是你能控制住它 所以呢 它其实已经是最好的 但是你今天的话 你人反而你还在越这雷池 你又去犯计 你又做了很多错事 那最后 这病不找你找谁 特别对 好 那我们看一看 第四个动物代表 它有什么要对大家表达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看一看 第四个动物代表 它有什么要对大家表达 穿山甲要对大家说 再吃我们 你的孩子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这就提到一个动物 兵力灭绝的问题了 是 穿山甲现在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对吗 这是新的提及了 它原来过去二级 我们已经给它提成一级了 穿山甲的话呢 过去非常常见 在八十年代 就是我周围认识过 我去南方去出差 去跑野外 专门问过很多当地老百姓 很多人都见过穿山甲 真的是房前屋后就能见着 你到了江浙一带 这些可能你只要 稍微住在山里边 那穿山甲就夸张地讲 真的是遍地都是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 中华穿山甲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 极危级 极度宾威 大熊猫才是异危级 比异危级再高一级的叫宾威 比宾威再高一级的叫极威 所以中华穿山甲是 极危级的动物 它比大熊猫还要珍贵 还要稀少 这样的一个物种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 在咱们国家 过去可能也就是在 二三十年前 它还很普遍 到今天您看看 现在到什么境地了 我们在野外几乎很难见到 一只野生的穿山甲 我在动物园都没见过 它难养 因为穿甲是 它没有牙齿 它是完全靠舌头 吃白蚁和蚂蚁 所以的话 你想动物园它怎么养 但是也有一些人 这个绝对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非法猎杀穿山甲 最重要是为了获取它们身上的鳞片 对 不光是鳞片 也有直接吃肉的 因为穿甲 大家过去都认为 它能穿山打洞 既然它能穿山 就能够有一个 有一个畅通的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过去很多人都觉得 它的鳞片可以通乳 在这种情况下 穿甲被大量地捕捉 因为穿甲的鳞片 时间是很轻的 大概几十只穿甲 才能出那么一斤的鳞片 所以你要想市场 你麻袋的鳞片 那得杀了多少穿甲 所以它对资源的破坏 对穿甲本身这个种群的破坏 相当相当大 而且穿甲它没有抵抗能力 你说你在野外发一只穿甲 你都不用去跑 你也不用去追它 它也不咬你 它就传成一个团 传成一个球 你直接就给装抖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穿甲这个费不实 数量是越来越少 对对对 而且全世界有八种穿甲 四种亚洲穿甲 变成了极微极和宾微极 而非洲的那四种 就变成了异微极 至少它跟大熊猫是平极的 因此的话 我们应该绝对应该坚决杜绝 而且据我了解 我认识的中医 是真的是可以用草药进行替代 当然了 也可以通乳 也可以治病 你干嘛非要用穿甲呢 这完全没有必要 现在已经不列入 重要的选择当中了 没有了 对现在已经删除了 对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一个动物的消失 比如说一个野生动物的 物种的灭绝 很有可能会对 我们的人类的发展 包括整个地球的运转 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在这您特别有必要 跟大家说一说 这中间的必然的一些联系 对 就是说我们今时呢 今天我们倡导 大家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为什么很多样 道理很简单 就是所有的生物 可能减少几个 几种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说这个穿甲 没了 你说直接会影响到 我怎么怎么样吗 不会 但是当很多很多物种 都消失了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宫殿 本来它有很多的柱子 来支撑着这样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系统 但是当你抽离出 其中几根的时候 暂时是没问题的 但是当一个两个 十个八个 更多的被人围的破坏以后 那这个宫殿可能就会摇摇一坠 甚至会坍塌 所以今天的我们的地球环境 我们的生态 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 极大的风险 而且这个极大的风险 我们已经发现了 它跟我们健康 直接威胁到健康问题 当你去破坏一个栖息地 当你去捕食这个野生动物的时候 你已经让野生动物不健康 你已经让生态系统不健康 所以我们人类健康 也很难保障 比如我举个例子 你像这个印度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印度野生动物非常的多 在过去的话 其实这个国家的话 突旧很多 当然严格讲我们叫物旧 它并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突旧 它有很多很多的物旧 这些物旧 它过去吃很多很多的 这些动物的尸体 那么它作为清道夫 让整个环境 当然就变干净了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出现了呢 那么人由于大量的 适用农药 杀虫剂 各种各样的有毒物质 导致的话 这个突旧 接触到了很多这种 有毒环境 有毒物质以后 它自身生殖 繁殖就受影响 它甚至下的这个蛋 那个壳都是软的 它就孵化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些物旧呢 数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么它的减少 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本来这些动物的尸体 由于它们来处理 结果它们处理不了了 那么大量的这种流浪狗 野狗 还包括像很多的老鼠 等等 这些动物的尸体 就很容易暴露在 人的这种环境下 那么这些动物的话呢 它有可能携带 很多的矿犬病毒 那么人无意间 又会接触这些动物尸体 那么从而导致 矿犬病的这种 发病率的升高 所以看似一个物旧 或者说一个突旧 跟我们人 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您看 它现在就已经导致了 它的减少 导致它的吃的 这些动物尸体的增多 然后又导致 我们的疾病的一种爆发 所以它这种链条 是一步一步来的 所以我觉得 今天听完之后 就感觉到 好像人类的文明 在某种程度上 在这个吃野味的行为上 是存在着某一些倒退的 对 我们今天来讲 看待野生动 绝对不要把动物 当成一块肉来看待 过去的话 确实我们可能吃不饱饭 并且可能我们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我们去吃这些野味 吃这些野生动 但是当您注意到 这些动的美的时候 您已经不会把它 当成一种食物 因为道理很简单 当你去欣赏它的美丽 欣赏鸟类的鸽喉 鹅挪多姿的羽毛 欣赏各种野生动物 很有意思的行为的时候 你是能够得到快乐的 你能够有精神上的享受 我过去的话 大家可能听说过 卢旺达这个非洲国家 过去是战乱频繁 频扔了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今天 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过去卢旺达 有非常著名的一种动物 叫山地大猩猩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山地大猩猩 那时候叫丛林肉 很多当地人 甚至外边的人 都去捕杀这个大猩猩 杀完以后的话 那一头大猩猩 可能卖个几十美元 顶多卖个一百来美元 你想想 这个大猩猩 它浑身上下 它能提供你的肉 能有多少 它提供不了多少肉 它的一生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骨架 这么点肉 那么点身躯 但是的话 我们人发生观念的转变 全世界的很多很多的人 现在已经意识到 我想去看这个大猩猩 看整个这个大猩猩的家族 观察它们的行为 去感受它们的自然之美 感受它们的力量 感受到我们人类的这个亲缘 跟我们关系如此之近的 这么漂亮的一种动物 我去欣赏它 我去观赏它 我去感受它的美和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大猩猩能够带来的产值 绝对就不是用那个肉 能来比得了的 为什么呢 现在看大猩猩 这个山地大猩猩家族 看一个小时 要交一千七百美元 你想过去 那一头大猩猩都卖肉 也卖不了一千七百美元 但现在你要看一个小时 就得给它这么多钱 给这个当地的政府 给当地的老百姓 结果这大猩猩 你这么算下来 在它一生当中 可以给这个国家 给这个当地的社区老百姓 能挣上千万美元 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过去 只是机械地 把动物就当成一个肉 我们就来吃它 但当你去欣赏它的美 它的美学价值 它的精神 能给人类提供的 精神层面的东西的时候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也恰恰是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利用野生动 过去我们利用野生动 就是食物 药材 今天你为什么不能 利用它的美呢 利用它给我们提供的 这种精神的享受呢 包括我们的很多的 文学 艺术 我们的过去的 我们的所有精神层面 的人文的东西 它真的是来自于 大自然 来自于动物的灵感 所以我相信 当大家有这种 观念的转变以后 大家一定从这个层次上 也会巨石 野生动 我特别想了解两位嘉宾 听完刚刚这些专家们的介绍 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案例之后 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吧 千万不要为了图一时之时 让自己 让咱们人类 爆汗一生 真的成为一世之伤吧 而且我觉得 你看人类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们把口罩给戴上了 但是其实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 更重要的是照上口 把口罩戴上 而且还要把口罩 照口口罩 特别好 萧叔 你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 是我录了这么多年 健康之路以来 最沉重 然后最痛心 也最自责的一期 这个痛心可能来源于 站在野生动物的角度 而这个自责是来源于 生而为人的角度 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 一点力量 因为我跟张老师 其实去年在 有一个节目里 有间接的合作 在那个节目里面 我有去看过丹顶鹤 我有去给他喂食 然后我也有去给华南虎 打疫苗 小华南虎 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录制当中 我能够看到 有很大一批人 他们在为 就是保护野生动物 在付出自己的 全身心的努力 甚至照顾不了 自己的孩子 他都要好好的照顾 这几只可爱的华南虎 所以我觉得 既然我们是在 食物链的顶端 那就说明我们有食 这个吃的权利 选择的权利 但你有吃的权利 却不知该吃什么 不该吃什么 不知如何选择 我觉得这是最愧 对于人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看了这期节目之后 大家应该 也把自己的位置 放低一点 拒绝 我们不该选择 那一部分 也不要浪费这些 保护野生动物的 工作人员和这些 朋友们 不要辜负 他们的努力 好 特别好 特别好 其实要想改变行为 最根本的是 要改变观念 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希望大家 建立一个新的观念 吃野味 等于不文明 等于违法 等于破坏 我们的生存环境 等于人类的自杀 非常感谢 张老师 今天的介绍 谢谢 也感谢 连世和校书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节目 下期再见